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的课程 首先呢非常感谢深圳律师学院这次能够邀请我来跟在这里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然后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这个吉律的创始人叫做令浩 然后同时也是坚果云的联合创始人 坚果云可能大家很多人都用过啊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从今天直接直奔主题 我想在座的很多人来听这场直播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是不是大家想得到更多的案源 然后想要有更好的方式来推广自己 那么于是看到了很多人在做短视频 于是想想哎那我到底有没有机会能做呢 所以啊今天把这些答案都告诉你 因我们到底做短视频能不能做应该怎么做 好 开始之前啊我想先给大家聊一个概念啊 这个概念叫做新媒体啊 这其实是一个说了无数遍的概念 我相信这个概念对于大家来说在你们心目中 应该每个人是有不同的印象的 对不对 那什么是新媒体呢 当很多律师事务所在招聘市场部门 或者是运营团队的时候啊 往往都会找有一个这个新媒体运营部 我们来看看大家普遍以前都做什么事情啊 就是这个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考虑的新媒体 就是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博 那这些其实确实都是曾经的新媒体 但是现在我只能说他们是媒体 但是已经不行了 那么今天我们今天去聊短视频 其实新媒体显而易见可能更新的是短视频 呃根据我实际的观察来看 现在我们通过写文章能够获得新客户的这个能力 已经越来越弱了 我们想拿写一篇文章 微信公众号文章就能够获得新的案源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难了 我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你们就知道这事为什么这么难了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今年的数据我看不到 但是去年的官方数据我是有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它的月活跃用户是5亿人啊 什么叫月活跃用户呢 就是它统计过去的一个月里边 一共有多少人用了这个新浪微博 那么一共有5亿个人 那么同时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在短视频行业里边当前的领头羊啊 抖音它的活跃度是怎么样的 它的日活跃用户是6亿人啊 注意看一下 区别一个是月活跃一个是日活跃 这个中间的区别 显然立竿见影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微信公众号啊 比方说啊 这张截图啊 这张截图是 我是从咱们国内最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我讲最大是指人数最多啊 这个你们应该都猜到是哪一家了 人数最多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 微信公众号官方号上面 结的一张图那这张这个微信文章其实已经发布过去一段时间了 而且是一个头条文章 它的阅读数量大概是1450个人阅读过 那这篇文章我统计一下大概5000多个字 大家都是律师 你们想一下我们去写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 然后再配图再排版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 一个律师个人 他拍了一个短视频 这个短视频是我们帮他拍的啊 这个短视频从头到尾一共花了两分钟的时间 又拍了27秒的一个短视频 加上后面的剪辑制作 我估计可能顶多不超过五分钟啊 那么这个短视频一共播放了420万次 获得了20万挑战 我们想一下 就是用最传统的方式 一直到了现在最先进的方式 以前我们最传统的去去开拓按援 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品牌的方式 我们去做一些线下的交流会 对不对 线下的分享 然后于是慢慢的发现 哎呀线下分享的方式 或者一些线下普法的方式 好像效率不够高 因为我每次做这样一场活动 也许过来的听众也就那么几十个人 所以我开始写文章 那这一下变成了几千人 但是如果你还想更快的话 你会发现短视频远远快很多 你一下子把你自己暴露在了 全中国人的面前 想象一下420万播放量意味着什么 中国一共就有14亿的人口 除一下你就大概能够发现 似乎每一千个人里边 甚至不到一千个人里边 可能就有一个人认识 你看到过你的视频 这是怎样一个传播的速度 OK 所以说了这么多 我们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既然我们来做的是做品牌 我们做的是推广 那么在所有的市场营销里边 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到流量的风口 我们既然在做这件事情 一定在在风口上做 要做顺水推舟的事情 所以现在风口在短视频上面 那我们就应该去适应这个风口 那短视频真的可以获取案员吗 其实这个很多律师 在刚刚开始招跟我聊 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有很大的这方面的疑惑 觉得短视频明明是个娱乐平台 我去讲法律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看 而且这上面的案员真的靠谱吗 真的能立案吗 我想给大家看几个截图 我们就知道了 但这张图我不确定 大家能不能看得清 这个是我们去沟通的一个律师 当然这样的案例有很多 就是成功的跟抖音上面的粉丝 签了委托合同 他这个委托合同一共分了两期 第一期是一个简单的咨询 就5000块钱不多 但是第二期他本身这个事情 是一个欠款 大概欠了40多万的款项 然后他们签了一个风险代理 最后的结果是把这个款输回来了 所以最后后面还有一笔不小的费用 当然这样的案例其实举不胜举 我就不再这里重复的讲了 那还比方说 这位律师也是我们签约的一位律师 是上海的深星律师事务所的董科主任 那么也是有一次他做了一次直播 你们会想律师能做直播吗 我们当时在他的律所做了一场直播 那一场直播大概做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旁边是聊天记录 这场直播大概接了五个案子 所以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 那前面恬不知耻的跟大家聊了这么多 就想告诉大家短视频现在就要做 而且它是有效的 好那我们就要进入话题了 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三点 如果你真的打算通过短视频 来开拓自己的人脉 能够获得更多的客户的信任 能够建立自己的品牌 能够获得更多的案源 我应该怎么做呢 好第一件事情啊 我们不聊短视频该怎么做 我们聊一聊这个营销本身 不懂营销去盲目的做短视频 就是浪费时间啊 这是我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律师 在这上面花了时间 但是没有收获的原因 我想先说的一点啊 就是对于很多律师而言 其实当你们开始正式的做短视频这天起 有可能对于很多律师而言 你是第一次做outbound marketing 就是这个词我不知道 就是在手机面前的你们 有多少人知道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市场营销里边最基础的一个概念 那与之对应的叫做inbound marketing 那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inbound marketing 那inbound marketing其实就是我们基本上 现在律师圈里边所有的律师在做的市场营销手段 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能够覆盖到的客户群 分成了两类 一类是黄色的圈圈 是我们不可触达的这部分的客户 那还有一类是红色的圈圈 是我们的老客户 对吧 那我们的营销动作 很多律师都觉得我们的营销是什么 是口碑营销 他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把我们的现有的客户服务好之后 我们的现有的客户 基于对我们的信任 可以不断的推荐他们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案员给到我们 那这样的案员当然比较容易签约 这也是大部分律师获得案员的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红色的圈 向外拓展到陌生的客户 这种方式啊 进入到老客户 这也是很多律师会认为 为什么微信视频号会比抖音好 好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你们玩过微信视频号都会知道 微信视频号是你的朋友在看 那你的客户可能就是你的朋友 这就是很多人觉得微信视频号好 但是我想说 其实跟你们想的好像不太一样 这件事情其实是这样子的 对于大部分律师而言 或者说对于大部分年轻的律师而言 如果我们仅限做inbound marketing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如果我们只做这件事情的话 它其实并不能帮助我们很快的获得客户 inbound marketing这件事情只适合于 已经拥有大量客户积累的成功律师 这也就是大家看到的律师行业的现状 就是马太效应 当我的客户足够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些律师真的不缺案员 而且他会筛选案员 他觉得有一些案子他没有时间做 或者客单价太低 那么他可能会交给其他律师做 他去选择客单价更高的案子 或者他会选择很多的 因为他的客户越来越多 那么提供给他的案员也越来越多 但是对于青年律师而言 大家 你们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老客户的积累 当你们没有这么多的老客户积累的时候 你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虽然我有心去做口碑营销 我想要去做老客户的运营和维护 但是你会发现 你辛辛苦苦做的这件事情 它的受众其实很小 其实不大 因为你的老客户并不多 所以这就进入一个很尴尬的状态 就是如果你想要开拓案员 如果你只去做inbound marketing 其实你只能在基于原有的 这个客户量上面做增量 你做不到新开拓 我们要想做新开拓 就要做outbound marketing 它跟inbound marketing完全对立 它指的是我们去开拓那些 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 那些陌生的人 通过渠道 通过流量 让我们自己的能力充分的暴露在那些原本不认识我们的人的面前 让他们来认识我 这样子我才能够在我比较年轻没有资源的时候 积累大量的案员 积累大量的经验 还有积累大量的资源 那这个其实才是我们今天真正应该做的 那我提到outbound marketing 很多人就会想说 那它和inbound marketing核心区别在哪呢 我讲核心区别有两点 第一点渠道不同 什么叫渠道不同 比方说我去发微信朋友圈 这个是什么 聪明的你们一定能想到 我们现场还有朋友 是inbound marketing 对不对 那么因为这些都是我的老客户 都是我的朋友 对吧 那如果我去投放百度广告呢 这件事情应该就算是outbound marketing 对不对 因为它面对是我完全不认识的人 那同样在短视频里边也有微信视频号 当然微信视频号 它不是一个严格的inbound marketing 它其实核心本质也是在做陌生人 只不过它顺便给你推一下你的朋友而已 所以那我们知道渠道不同 短视频这个渠道一定是一个outbound marketing的渠道 那除此之外 绝对不只是渠道不同这么简单 它的内容更重要的是 我想说更重要的是内容也不同 这个是大家要核心注意的 这是很多律师做短视频 做不出来客户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没搞清楚这两种之间的区别 所以导致内容上出了问题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两种核心的内容上面都有什么差异 如果我们在做的是inbound marketing 在做的是老客户的运营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或者是我们要产出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要让他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专业 我们之前曾经合作过 然后呢 我不断的去写更专业的东西 让你认识到啊 我是一个很专业的人 然后我有我自己的独到的见领 然后我有很多的好的客户 然后我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 有很深的理解 那这个时候 你的老客户就会对你有更高的认可 和更高的预期 这个时候当有更好的机会的时候 他就会推荐给你 所以我们会发现 当你在做inbound marketing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倾向于做一些 更专业的内容 对 就好像很多律师曾经在写微信公众号一样 会喜欢写一些长篇大论的东西 那我基本会认为 这些东西是针对于inbound marketing的 那反之 如果你做的是outbound marketing 你做前面的这些内容 明显就是错误的 因为你的受众和前面的假设不一样了 大家不认识你 没有对你的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再去一味着输出专业的东西 你会发现 大家根本没有兴趣 或者是没有能力听得懂你的专业 所以我们做outbound marketing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 并不是考虑专业 第一 不能说不是考虑专业 而是不是最重要的考虑专业 我们第一要考虑的是 潜在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老百姓的需求是什么 我想做的这个用户群 客户群 他们普遍的心理诉求是什么 尤其是心理层面的诉求 第二 我们输出的内容 一定要足够的浅显易懂 不能有他们听不懂的东西 这个是很多很多律师在这方面做的不太好的 把这个把做市场推广做成了专业的 很专业化的内容 然后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在给这个 法律 法律专业的学生在讲课 这个明显就出了问题 那而且你的东西不能太长 如果你是写文章 这个文章不能太长 如果你是做视频 这个视频不能太长 因为当一个人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他不可能投入自己那么多的时间成本 浪费在你的身上 当然浪费这个词不一定合适 但是你想想看 对一个不认识你的人 他是不是就是这么想的 对 我们换位思考下 我是一个学计算机的人 如果我在这里讲课 讲一些编程上面的东西 作为律师的你们 是不是也不愿意听那么深呢 对不对 我们换位思考就能理解这个问题 所以啊 经常我会听到律师这么讲 就说 哎 令总 我之前就跟我合作短视频嘛 想要拍 说我之前做过一个系列讲座 特别受到我的客户的好评 我打算把这个系列讲座拆成67 发在抖音上 每期一个知识点 你觉得怎么样啊 当我听到这样的诉求之后 我的表情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的无奈 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 明显方向是错的 我们这样去做是得不到新的客户的 好 我们既然在这个渠道是面向陌生受众 我们就要做陌生受众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渠道上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 其实我总结了一张图 可以帮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当我们投入精力或者时间 在一个outbound marketing的渠道上面的时候 往往我们投入的时间成本 更多的是时间成本 而不是金钱上面的成本 大概是像红色的曲线这个样子 那我们先讲红色曲线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里边的蓝色的这条直线 这条蓝色直线说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况 就是我在一个渠道上面 或者我在一个市场里边 我每投入一块钱 我就能赚一块钱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所以我投入一百块钱 或者我投入价值一百块钱的时间 我就能收获一百块钱的案子 那我投入两百块钱 就能收获两百块钱 但是当我去做outbound marketing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的投入产出 并不是这条直线 并不是你看到的 我花出更大的努力 我就能有更多的收获 更像是这条红色的曲线 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前期在任何一个渠道上 开始投入时间精力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投入时间的性价比 是非常非常低的 你会发现你投入了大量的成本 时间进去 你的收获几乎是零 很难看得到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你要想清楚 我们在做的是陌生的客户 而陌生的客户认识你 熟悉你 一直到能够信任你 其实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培养的 如果你很急于求成的 他们看到你就能来找你的话 那你这个预期就是错的 所以如果我们去做outbound marketing 我们得先有一个预知投入的预期 那这个预期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市场里边 能够建立基本的人设和客户的认知 那接下来到了第二个节奏 你会发现这条红线成长速度慢慢的上去了 为什么呢 随着我们在这个渠道里面逐渐的输出 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你 而你的这个增量会明显的增快 而且会逐步的超过你的投入 这个东西听着有点玄学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并不难理解 你们去想象一下在抖音快手上面 或者这些短视频渠道上面的这些大咖 这些所谓的网红 他们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状态 他们已经可以很快速的涨粉 而且他们可以很快速的在这些粉丝身上变现 那如果你再继续在这上面投入 你会发现你的增长速度又开始逐渐变缓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一个渠道的潜在客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 当然短视频这个赛道相对来说 它的容量是非常大的 那基本上都是满足这条曲线 那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条曲线啊 我是想让所有人在做短视频之前 先有一个心理上面的预期 这个预期就是如果你开始花时间做短视频 一定也有一个类似的曲线 类似于这张图啊 也是一样的一个S型的曲线 你在刚开始在做短视频的时候 不论你是在任何一个短视频平台上 一定都会经历一个叫做养号期的阶段 这个阶段在干什么 在通过你的大量的内容制作 让这个平台上面的用户 以及这个平台上面的机器人 能够认识你 知道哦这个人是个律师 哦这个人原来讲的是 讲的话题是喜欢受中老年人喜欢的 然后接下来说哦原来这个律师讲的话题 都是一些正义的法律知识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上的用户才能够逐渐的认知你 所以我们有一个养号期 然后接下来当这个平台和平台上面的用户 对你有一定的认可之后 你会进入到一个快速的涨粉期 这个是所有律师动力最强的过程 那当然最后你会发现涨粉越来越慢 那那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的是运营创收 为什么要做运营创收呢 因为你会发现 当我们的目标是涨粉的时候 你很难去做变现的事情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分开做的 我们在涨粉的时候 我们做涨粉的事情 而在该做变现的时候 我们去做变现的事情 那变现的时候就大概在 当你的涨粉开始逐渐的变缓下来的那一刻 开始考虑变现问题 但是很不幸啊 就是我们律师行业里边 我遇到过很多做短视频的律师 80%的律师停在了养号期就结束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粉丝基本上没有上签 仔细看一下全都是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律所里边的同事 那没有把人设立足 所以做了一段时间 花了一些时间 结果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收入嘛 然后于是在这些律师的心目当中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做短视频 对接案子没有帮助 那当然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 或者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团队能够带领你快速的翻过这个阶段之后 你会进入到一个快速的涨粉期 那这个阶段仍然还有15%的律师会放弃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他们发现虽然我的粉丝增长得很快 但是我还是接不到案子 为什么 因为我前面已经说了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当你的目标是涨粉的时候 你做的事 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涨粉去的 而这些事情并不能给你带来案源 你做的事情并不是做案源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涨粉期就是要做大量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涨粉的事情 而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 我们才开始进入到下一个转型的状态 来做更多的内容 来树立我们的专业形象 来售卖我们的法律服务 那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的运营创收期 那当你把这三个阶段搞清楚了 你基本上就可以知道 我接下来都会发生什么 你就会有一个合理的心理一期了 那这三个阶段通常会经历多久呢 因人而异啊 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 但是一定是 越优秀的 在短视频这件事情上面 镜头感越强的律师 以及网感越好 或者说你能够有一个团队 或者有你能够去钻研这件事情 你越花心思 那么前面两个阶段就会经历的越快 好 那在了解了第一节的所有内容之后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基本的认知 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是outbound marketing 并且如果我们踏入到这条事情里边 不管你是不是在做短视频 只要是outbound marketing 一定会经历一条S音的曲线 好 当我们做完这些工作之后 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节的内容 就是如果我打算真正开始做短视频了 那么在这些短视频的平台上面 有那么多的网红 在网红当道的时代 我应该怎么找到我自己的定位呢 好 那在讲这个话题之前 我需要先给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就是为什么定位这么重要 为什么定位这么重要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就是你们知道在抖音上面 这抖音官方的数据啊 在抖音上面有多少个主播吗 视频创作者 这是抖音官方给出的数据 数一下这是多少 一千万 是不是很恐怖啊 也就是说 基本上每一百个多 每每每一百四十个人 一百四十个人里边 就会有一个人 在主动的录制 抖音短视频在上面发布 当然在这一千万个主播里边 里边大概会有几百万个是全职的 对 那么这个里边其实就会存在很多的竞争对手 那我想在这么多的人里边脱颖而出 我该怎么办 你必须得要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才能够让别人记住你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找定位 那我想告诉大家 怎么通过三个步骤 明确到自己应该给自己做成什么样的定位 我的账号定位应该是什么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你需要先确定你是什么流派的 什么叫流派 我来给大家梳理出来了 现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的常见的五大流派 我讲出来你们 如果平时玩短视频的话 基本上都应该见过这样的流派 首先第一大流派 我管它叫做生活派 什么叫做生活派呢 顾名思义 就是它每天在录短视频的时候 在向外人展示自己的生活状态 如果你们去玩短视频的话 就会发现有一些人 他每天的视频很简单 哎呀今天我起床了 然后今天我吃早饭吃的什么 然后今天我加班了 然后晚上又吃的什么 然后我去健身了 然后又怎么样 那这个其实就是在记录自己的生活 你会很纳闷 哎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有人看的 为什么会活呢 哎你还真别不信 这个啊其实是人类的一种内心的心理诉求 叫什么呢 叫做窥探欲啊 你其实每个人都是喜欢窥探别人的生活的 那尤其是这个人是你喜欢的人的时候 你会特别希望了解他的一举一动和他的生活状态 那这个感觉有一点点像什么 有一点点像养宠物 如果你家里边在养宠物 你就知道这个感觉是什么 或者曾经的电子宠物啊 曾经风靡一时的电子宠物也是这个原理 所以这个主播就好像存在你手机里边的一个电子宠物一样 你每天都想看看他你今天过得好不好 所以这个叫做生活派 好 第二个流派啊 这个是抖音上面 不是抖音啊 短视频平台上面最常见的流派了啊 叫做颜值派 他打的是什么心理啊 这个关于颜值派 我要特别给大家讲一个误区啊 就是首先说他打的是什么心理 答的是我在现实世界当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人 从来没见过 然后在这里怎么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好看的人啊 所以聪明的你们就能想到了 为什么我在现实世界里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人 但是我在这些短视频平台上面却见到了呢 为什么 因为有美颜对不对 如果你们都知道这个东西的话 你们就不难猜测这边的奥秘了 但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说 就是其实有很多律师对美颜这件事情很不屑啊 但是我特别想给你们讲一下 其实颜值派这件事情 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狭隘了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长相 都会受到这个世界上某一个人群的喜欢 不管你长成什么样子 所以如果你能够发现自己长相上面的特点 并保持一致的话 其实你的脸是能够吸引到某一个部分的人群的 一定会的 不管你长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把颜值这件事情宽泛一点 可以理解成面部特征记忆啊 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只不过是当这个颜值比较好看的时候 会受到更多人的记忆而已 好 还有一个流派 叫做剧场段子啊 这个图片里面的人 我想可能很多人看过他们的这个段子啊 那这个就很难很简单去理解了 这个这个短视频道上面大量的内容 都是这种剧场段子 目的是什么呢 打的心理就是搞笑对不对 那我现在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这个快节奏的生活 人们已经没有时间像以前那样 每天晚上八点钟 守在电视面前看一个连续剧 然后追剧 今天晚上八点钟看 明天晚上八点钟看 大家现在生活节奏都太快了 我今天晚上要聚餐 明天晚上要加班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以前一个连续剧里边一集要演五十分钟 现在一集只要演一分钟 每天更新一期 永远不断播 这个其实就是段子给大家带来的东西 而且以前的电视剧 我一个时间只能追一个 现在我可以追一百个 有一百个主人公 有一百个剧情 天天在那边轮番着也不妙吗 是不是很棒 所以那这个就是剧场段子啊 或者说他不一定是演绎 也可以是搞笑 都有可能 那当然第四大流派叫做知识派啊 身为律师的你们肯定会情不自禁的对号入座 哎呀我一定是知识派对吧 没错啊 律师确实是知识派 知识派他打的原理也很简单 就是关注这个主播 我能够学到东西 对吧 我能够学到对我有帮助的东西 没错啊 这个我不多讲了 然后这个主人公叫樊登 我相信大家应该大部分人都认识 好 那么最后一个流派 叫做超能力派 吃播这件事情曾经风靡一时 但现在不让播了 因为浪费国家粮食 对不对 但是网络上仍然有很多超能力派的主播 比方说有的人适合就会潜水对吧 然后有的人会跳伞 有的人会批刹 有的人会跑酷 然后他们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 那这些人也会招来你的关注 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就会喜欢那些 哎这个人好厉害对不对 所以我们管这类叫超能力派 好 讲完了这五大流派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五大流派呢 因为啊 如果你想被别人嫉妒 通常情况下 多流派的融合是更有吸引力的 换句话说 在座的各位 你们一定都是知识派 这个肯定没错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知识派之外 再加入一个流派去辅助你的话 知识派肯定是你的第一组流派 如果再加入那么一个流派 能够辅助你 那么你是不是就能够跟 其他的知识派的主播 显得有点不那么一样了呢 你就能够在众多人当中 更容易被记住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啊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带你们直播进购买的商品 说到证品你们全是假货啊 听证品的就是免费的哦 别打倒我 按照法律规定 赠予的台下有剧量 我可以退房 肯定规定是评论退不化 商家作为赠予 必须承担责 谢谢 去排队 OK 我相信啊 玩抖音快手的律师朋友 90%都看到过这个号 然后 那么 这个号是我从抖音上面下载下来的啊 就先说一下这个 这个视频的发布者 叫做醒醒吧张绿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做得非常好 他做的方式更多的就是 通过演绎的方式 去演绎了一个小场景 然后 去讲述一个法律小常识 那 这个东西是 什么派系 大家 看完了 能不能回忆的起来 对啊 我们有现场的 现场的律师 律师朋友说了 剧场对不对 颜值 哎很棒 你觉得颜值更重一些 还是段子更重一些 段子更重一些 没讲实话 哈哈 好 嗯 开玩笑啊 这个 对 没错 醒醒吧张绿 基本上是三个流派的融合 颜值啊 我可以毫不夸夸张的说 这个主播已经 他的帅气程度已经大于了很多演员了 那 当然他本人也确实是专业选手啊 然后 那 其次呢 他的段子 也都是有各种分镜拍摄的 挺像那么回事的 对吧 所以 那 当这三个东西融合到一起之后 那么就有了市场 哎 那 你们肯定会觉得 哎 这种东西太难了 我这个拍不了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种模式啊 欠化费 运营商有权将我纳入征信吗 某运营商说 只要欠费超过三个月 就会纳入征信 这其实是违法的 因为我们和运营商之间是服务合同关系 我随时交费 随时享受服务 所谓客户 也有权随时终止这种服务关系 怎么终止呢 我不交费就是终止了 再者 就算是有欠费 你既不是金融机构 也不是司法机关 还没有经法院审理判决 还不确定 是不是因为你系统失误 导致我做欠费 就把所以影响老百姓一声征信 这么重要的内容 做负面评价 这是严重的侵权行为 对给我造成的损害 我有权要求你赔偿 关注我 让您身边对于靠谱的律师朋友 OK 这位律师是跟我们合作的一位律师 他叫做成立律师 然后 他的流派是什么呢 肯定有知识对吧 然后 就在我一个男性看来 还带着一些颜值牌 就是看着非常的舒服 然后整个的妆容 打扮和背景的装饰和画面的清晰度 都会让人看着非常的专业 所以 而且本人也非常的漂亮 对吧 很有气质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哎呀 这个九线颜值牌占了一点 当然如果你去关注成立律师的账号的话 你会发现他里边有个别视频 也带有一点点的演绎的成分 当然只有他一个人在演绎 比方说 他有的时候会去讲一些 碰到一些诈骗电话该怎么办的时候 他就会 假装在打电话 然后说一些这些事情 其实 这个里边就带有一丝的演绎成分在里面 那这个种是不是就会比你干巴巴的坐在这里讲要好一些 对吧 那其实网友是喜欢这样更轻松的环境的 而不是像上课一样的状态 OK 那么 因为时间原因我不给大家列太多 主要是你们有了这种思路之后 当你以后再去看别人的短视频的时候 你就 带了一点研究的性质 看完了他的视频 你想一想 哦 他的视频里边都是哪些流派的融合 其实我也看到过律师去融合生活派的 比方说他在介绍通过律师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 比方说他会碰到很多正常人在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 但是我是个律师 我碰到这种问题又是怎么反应的 那这种就有点像生活派加上知识派起去组合了 好 那 这个流派怎么找啊 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擅长和兴趣 但是我特别给大家强调一下 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在这几个流派里面 任何一个流派都不太好找得到的话 千万不要去应酬 因为如果你应酬出来 很有可能会特别严重的打击你的积极性 所以如果一开始 你觉得 就是我特别擅长一个事啊 比方说我就是长得很好看 或者是我就是个细精 我就是能这个一人多分饰两绝 那么很棒 你比别人的起点要更高一点 但如果你做不到也不意味着这事做不成 我们先踏踏实实的做好知识派 因为我等一下马上接下来还要讲的 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帮你脱颖而出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往后看 除了流派之外还有什么东西 除了流派之外的第二点就是你要找人设 人设跟流派是什么区别 流派讲的是你视频的风格 而人设说的是你想让大家记住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说到人设这个我想大家最常听到的一个词叫做人设崩塌 是一个反面的经常用来形容明星的就是他在这个电视机面前是一个这样子的形象 结果在生活当中对吧 确实那样一个形象对吧 所以那这个我们叫做人设崩塌 但是我们律师当然我不希望你们人设崩塌了 我只是用来讲说人设他讲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要在镜头面前 我们要在视频里边 希望我们的用户或者是视频上面 短视频上面的其他的粉丝 能够记住的你的性格 那么这个性格一定是来自于你真实的性格 但又不完全是 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人设 人设是贴在你身上的标签 就是我们说这个平时评价一个人千万不要给一个人去贴标签 对吧 贴标签是个不好的动作 因为很容易 因为人是善变的 人是多变的 而且人是会成长的 你一贴标签就把人给打死在这里了 但是在短视频上面我们恰恰要反其道行之 我们需要贴标签 你需要去给镜头面前的观众打造出来一个一成不变的性格 因为只有这样别人才能见到 才能记住你 如果我们一直在变 那你就会变成一个没有性格的人 因为大家不会天天都在你旁边嘛 那这个标签就是为了这个方便别人的记忆点啊 然后那人设如果设立的好将直接影响了你的转化力 这个转化力说的是两件事情 你同样发布一个视频 长的粉丝的数量不一样 第二 你后面想要去做按援变现的时候 来找你的人也不一样 当你有一个性格 任何人都是喜欢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而不是一个机器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打造自己的性格 那如何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标签呢 我给了大家这么几个建议啊 我们等一下来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个建议是 给自己身上安插的标签一般两到三个唯一 千万不要多也不要少 太少了你就没有特点了 太多了 你就谁都不试了 别人就记不住你了 那这个标签通常情况下 来自于你的职业呀 性格呀 爱好呀 外表呀 等等等等都可以成为你的标签 那所有这些标签都可以帮别人能够精准的定位到 就是你啊 比方说我是个律师 但是我有点点小逗逼 然后呢 我的外表长得很滑稽 或者我的外表长得很严肃 我是一个长相非常严肃的 说话有点逗逼的律师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完整的 很饱满的人设了 那第三就是要注意 跟我们找这个 我们去找流派一样 千万不要试图去扮演别人 我之前经常看到 就是接触到一些律师会跟我讲说 哎呃 就是我看到这个号 你看这个律师做的真好 我也想做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说 那你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人呢 聊下来之后 发现他完全不是这样的性格 当你不是这样的性格 你去扮演一个性格之后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会发生你特别容易人设崩塌 而人设崩塌在所有的媒体里边 是会直接导致你最后走向失败的啊 所以千万不要去试图扮演别人 那最后就是 当你不知道应该给自己贴什么标签的时候 去问问身边的朋友 有时候他们比你还了解你啊 因为你自己很多时候的认知是比较主观的 而别人对你的认知是更客观的 OK 那通过这三个就可以容易找到你的标签 那么问题又来了 什么样的标签更容易涨粉呢 我帮大家整理了两类会比较容易涨粉的标签 第一类叫做反差型的人设 也就是说 你的身上的标签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然后让别人特别容易记鼓你 那比方说啊 比方说我刚才说的那个人设 我是一个长相特别严肃 但是说话很逗逼的律师 是不是就有点反差 因为别人一般都会觉得 这个律师嘛 本来就应该非常的严肃 一丝不苟 然后非常的正义 对吧 那我的长相又很正义 又很严肃 我的状态也很严肃 但是我用一点非常严肃的状态 讲这些很有趣的法律知识 那是不是就有一点点比较容易 别人记住呢 当然就是这样子的内容 不一定好驾驭啊 这个要看人 那比方说我们经常用到的就是 职业和性格上面的反差 可以形成这种反差型的人设 OK 那这是一类 如果你觉得这一类 不是很容易做得到的话 那还有一类适合你 是什么呢 叫做强化型的人设 什么叫强化型的人设 是指我们想办法让你的 外表 性格 职业 和视频的内容 全都统一到一个地方去 劲儿朝着一个方向去使 那我们这样子叫做强化型的人设 换句话说 我穿得像律师 长得像律师 说话的状态也像律师 说的内容也是律师的东西 是不是别人一看到这个视频 我还没开口呢 别人就觉得 哇塞 这是一个大律师 然后我在生活当中 没见过这么专业的人 那你说的东西 我不管你说的什么 我都愿意相信 对不对 所以这种就是强化型的人设 好 给大家看几个例子 欠钱的人玩失踪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该怎么办 董律师教大家一招 直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 不用写诉状 不必传唤 债务人 不必开庭审理 而且诉讼费打三折 收到支付令之后 他如果继续玩失踪 15天之后就可以强制执行 申请支付令是需要符合一定条件的 您可以在留言区说说您的情况 让董律师给您把把关 还不赶快关注点赞 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知道 走晕 好 问一下现场的同学 你们觉得这个是哪种人设 大声的告诉我 让这个视频里的人也能听到 强化型对不对 很简单 你们通过什么东西判断的呢 外形很像律师 内容 对 性格 性格也像 而且啊 你们发现没有 就是 他的内容里边不断的反复强调说 董律师 董律师告诉你 董律师怎么样 董律师 为什么要不停的反复的强调 因为当你不说这些东西 别人一刷到你的视频 怎么知道你是个律师呢 所以我们所有的一些东西 全都朝着一个方向 就是我是个专业的律师 那这种 可能通常情况下 比较适合 就是相对来说 成熟一些的律师 对 会比较容易走这种风格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啊 这个下面这个律师 我相信很多律师朋友都见过 被执行死刑 子弹钱要自己掏吗 这个其实是不用你自己掏钱的 这个国家是有钱 就有钱的 那么一个死刑罐大概有700块钱吧 主要包括你的灵运费 抬射费 火化费 和射手的射击费 以及你的一个不高的一个费用 那么现在一颗子弹也就几头钱 所以说实际上如果一枪没把你弄洗的话 那即使你吃上几枪也不会让你有太大的一个损失吧 那么如果是注射死刑罐就更便宜了 它现在这个里面这个化学成分 也并不是特别昂贵 也就是包括流氛索酸 Solidium firetendol 然后消化双态雄双脂 Pyclonium bromide 还有咱们的绿化钾 Pyteacin Pro-Y 就这三个成分其实也 不用大家投起来就放心 抖音 好 那与之对应的这个明显不是强化型的了 对吧 你们觉得为什么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律师 因为这是我从网络上拿到的资源 那这个是抖音平台上面的陶氏王为律师 好 然后那个大家觉得为什么 你们觉得它是一个反差型的人设 你们觉得看到了哪些不一样的东西 嗯 首先 很好啊 选题是什么 冷知识 这个知识啊 有意思 但是似乎又不是很有用 我知道这个死刑要多少钱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但是有意思啊 还有什么 桌子上很乱 桌子上很乱啊 桌子上很乱可能有 对 有 但是你们会发现就是它有一点啊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get到 这个其实很容易被get到 就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律师 他其实是个高学历的律师 能感受到吗 就是 其实他的 就是至少你能够看到的状态是 啊 对 他高学历 他标音语 而且标的都是一些非常难的词汇 对不对 后面的书架上全是书 桌子上也全是书 给你一种什么感觉啊 就是 但我觉得我相信这个王威律师一定不是演出来的这样的状态 就是他一定本身就是很有自己的这个 就是涵养的 对吧 所以那我们会get到的这个点就是 他很有学问 对不对 还有什么 不拘小节 有一点 对不对 幽默 也有 对吧 所以 他是一个 讲冷知识 然后 又幽默的高学历律师 对 这里边其实有很多冲突的点啊 就是你看 就是 首先 高学历和大家觉得就是不拘小节 其实有一点点冲突的 对 就是 因为大家认知中的这种高学历的人群 其实似乎应该打扮的文质彬彬的 然后 书架非常的整齐 但是他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他讲的东西呢 然后 另外一个反差点在那 他讲的东西 明明是一些冷知识 但是他又把这个冷知识讲得很深 对 让你觉得 虽然是个冷知识 但是你连这种冷知识都知道的这么详细 对 会给人这种感觉 所以 刚才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两位律师啊 一个是 他的抖音账号叫做深心律师事务所 然后 这个这位律师 还有一个是陶氏王伟这两个号 他们都是粉丝量非常高的账号 那之所以成功 也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人设在 好 那确定好人设之后第三件事情啊 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需要确定我们的目标受众啊 这是我们要找定位的第三点 那什么是目标受众呢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为什么要需要找目标受众 首先 我们要先搞清楚一个事情 就是我来录短视频啊 不是来搞笑的 我不是来打发时间的 我也不是弄着玩的 我是来干嘛的 我是来做品牌建设的 对不对 我是来获取案源的 那我一定要想清楚我的目标客户是谁 我不能瞎录啊 我录一堆东西之后 最后喜欢我的人都是一些小学生怎么办 对不对 我当然没有鄙视小学生的意思啊 但是小学生 很少有小学生找律师打官司吧 所以 确实 之前曾经确实有 我们之前有 协助过一个律师 他的粉丝 基本上全都是中小学生 因为他曾经发现 他讲了很多关于游戏方面的一些法律知识 然后特别受欢迎 特别火 然后他就疯狂的录这样的东西 长粉长得很快 然后后来我们一分析 哎呀 这个粉丝画像不行 好像没有办法在这个 结案子这件事情上面变现了 你可能只能另动其他的心思了 那所以你得先 就做内容之前 我们不要盲目啊 先想好你的目标受众是谁 然后呢 目标受众确定了 它直接影响了你的内容的选题 你的目标受众 精准了 你的长粉的速度才会快 为什么这么说啊 如果你们平时玩短视频的话 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你去关注一个人的时候 你想想你是怎么关注的 你先刷一个视频 刷刷刷刷 这个视频有意思 对不对 然后点击他的头像 进到他的主页里边 你这时候一般不会立刻关注他 你会再看看他的别的视频 然后如果他的别的视频 你也觉得有意思 你才会关注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子吧 你不会无脑关注吧 有意思 点赞关注评论 三连 你变成水军了 好 所以你一定是要先看的 那么如果一个律师的目标受众不一致 那么就会意味着一个人点到你的主页里边 他可能看了一个视频觉得很感兴趣 但是点进去之后 他看你的其他的作品 他不感兴趣 他就不会关注你了 所以影响涨粉 然后一致的受众可以提高粉丝的粘性 提高这个成交的转化率 这个当然就更没错了 因为大家关注你是期待你不停的反复的聊他感兴趣的东西 好 那我们怎么确定目标受众呢 我们在确定目标受众之前 我想给大家先看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曾经我辅导过的一个律师 在他刚第一次跟我接触的时候 给我看的他的账号 我把他的账号里边的一些话题摘出来 放在这里啊 这就都是标题 我摘全了五个标题 大家仔细的阅读一下 看看他的目标受众有没有问题 第一个话题是谈好的生意不签合同将会发生什么 第二个是有人管你借车借不借 第三个是发声纠纷 对方联系不上地址变更了怎么办 第四个是花被还不上了我会怎样 第五是老公出轨小三拒还财产怎么办 目标受众是一致的吗 那我们台下的律师摇头了 对 有的人会觉得是一致的 我之前碰到过有律师说 是一致的都都在聊法律问题啊 很一致啊 对 如果你说目标受众是法学生的话 那没问题啊 就是但是你的目标受众肯定不是法学生 你就不能这么聊 为什么 我帮大家简单看一下啊 首先 谈生意 聊合同的通常是什么人 老板对不对 或者是会 就是他不一定很有钱 但他至少不会花呗还不上吧 对吧 这明显是两类人 一般花呗还不上一般是什么呀 律师朋友肯定这种情况见的很多了 在校学生啊 尤其是大学生 谈恋爱的时候生活费不够了怎么办 花呗 所以这个是最常见的 那明显这不是一个人群 我们再来看啊 借车 谁关心车啊 女生关心车吗 很少 关心车的是男生 偏多啊 不是绝对 但一定是偏多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条 第五条是帮谁说话呢 第五条 如果 我是一个男生 我就不太想看第五条 虽然我 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我即便没有做这件事情 我也不想看 因为 因为这件事情在攻击我 我这个群体啊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呢 所以整个人群就全都搞乱了 那你一旦人群搞乱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录的任何东西 都会讨好一部分人 同时得罪一部分人 然后你会发现 你每次得罪人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就发现 你的最后把整个全世界都得罪光了 然后就没有粉丝了啊 正确的做法是 我们要先找到目标受众的三要素 这三要素分别是年龄 性别和社会地位 记住啊 很多律师会想 其实很简单 就这三个东西 没那么复杂 很多律师把它想复杂了 很多律师怎么想的呢 你说目标受众 我的目标受众就应该是 比方说要离婚的人啊 很多律师是从自己的法律业务领域去出发 去考虑目标受众 或者我的目标受众应该是最近有投资需求的老板 我的目标受众应该是做这个建设工程的啊 一旦你把目标受众定位成这样子 那么我告诉你完蛋了 做不了了这事 因为你把你的目标受众定位的太细分了 太细分了 你定位成这个样子 最后会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到下一章 你会了解为什么会出问题 你会怕你的视频的数据永远都上不去 因为你的目标受众太少了 但是那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我们下章再聊啊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呀 我们要做泛化 我们首先要先分析自己的精准的法律的专业方向是什么 然后把它泛化到刚才的三要素里面去 我这边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啊 比方说我是做婚姻家事的 那么我的目标受众通常是谁呢 想一下 首先可能会发生婚姻问题的这个人群通常情况下 据我所知啊 但不一定 通常情况下25到30岁的人群居多 35之间的人群居多 然后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离婚的年龄越来越低了 对不对 可能甚至20到25岁都开始越来越多了 所以越来越年轻化了 而且你会发现关心这类话题的人往往是女性 男性不关心 不是说男性不会离婚 而是男性不关心这个话题 因为男性解决问题的思路不一样 男性有的时候在感情上 婚姻上碰到问题的时候 是不太需要一个外界的内容来帮助自己 疏导自己的心理的 而有时候女性是需要的 女性有这方面的心理诉求 所以一旦你录婚姻家事 你会发现你的目标受众大部分都是女性 好 那如果你的 这个业务方向是企业相关的业务 对吧 比方说我就主要做常年法律顾问的 然后我就是做这个 投资的 或者是我做一些股权的 那么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定位成老板 所有人都想把自己的目标受众订阅到老板 这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那我们反过来想一下 我的客户 他们是什么样的特点 通常情况下 30到50岁 男性居多 我解释一下 我没有要讲点滴这个女性的点 就是只是个统计数据 对 男性的老板可能偏多一些 然后呢 高收入人群 那你通过这些东西 把你的目标受众圈力好之后 你接下来的问题就简单了 你要做的是 只要是这个目标受众感兴趣的话题 你都可以做 千万不要只盯着自己的 尤其是太过专的 太过深的一些法律问题是这样 千万记住 你不是在教法学生 你是在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 对 大家想知道的只是 大家平时生活当中碰到的问题 和如何解决而已 所以千万不要聊得太深啊 好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 就是 五大流派中找到自己的偏好 在反差中 或者是这种强化中 找到自己的人设 然后明确自己的目标受众 当你做到了这三点 那么 你就解决了一个开始做短视频之前最重要的事情 你就有了一个前期的铺垫了 你就有一个好的开头了 那么 可以开始做了吗 还不行 我们再聊下一个问题 我们在做短视频之前啊 就好像我们是独球运动员 想要上场踢球了 我们得先知道游戏规则 对不对 就好像律师 律师其实也是在解读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而已 那我们录制短视频之前也需要先知道短视频平台的推荐算法 我来帮大家解谜一下啊 让你们知道一下为什么我的视频录了两个小时没人看啊 为什么他录了五分钟就那么多人看凭什么 好 我们先知道一个事情啊 就是每天在 每天在全中国有50万条短视频被创作出来 非常的多 而你 屏幕面前的你 每天只会刷到其中的几十条啊 如果你刷的很多啊 可能是上百条 只会刷到其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那么多的视频 你只看到这么几条呢 是什么规则呢 那这个规则就是所有各家短视频平台的核心技术算法 叫做推荐算法啊 简单来说叫做推荐算法 那么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超级人工智能机器人 他能够知道什么短视频好 什么短视频不好 什么短视频你喜欢 什么短视频你不喜欢 所以他把你喜欢的短视频的这个分类里边 好的作品推荐给你了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 简单来说就是他的算法 那具体来说啊 落到数据上才看的什么东西呢 看的这么几个东西 首先第一个啊 就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推荐算法里边的四大黄金指标啊 第一个指标 叫做完播率啊 什么叫做完播率呢 就是比方说我这个视频录了一分钟 有多少人 比方说啊 有一百个人刷到了我这个视频 然后其中 有五十个人把我这个视频给看完了 另外五十个人看到之后立刻就刷走了 那么我这个视频的完播率就是百分之五十啊 完播率说明了什么问题啊 想想玩播率高和完播率不高 意味着什么 对内容有没有吸引力对不对 直接反映了你的内容有没有吸引力啊 如果很多人看到的视频都是就看了一秒钟就刷走了 意味着什么 你的这个内容非常缺乏吸引力 我在这里特别想给很多律师讲一下 就是很多刚开始做短视频的律师来问我说 为什么我的短视频没人看啊 每次发出去就几百个播放 我说你看看你的完播率啊 打开一看完播率百分之零点几 就是两百个人看了 只有一个人把它看完了 你想想看 这样的内容 这个平台会让更多人来看它吗 绝对不会的 因为这些短视频平台 它要考虑的是平台上面的用户 能够在平台上面有一个好的感受和好的体验 如果一个视频两百个人看了只有一个人会把它看完 那你这个视频一定在这个平台上面被打到了最低分 它不会让更多人带来看这个视频了 所以就这样了 那这个就是玩播率 所以你们其实需要去关注自己的玩播率 但这个其实很少有人去关注看 第二 这个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 点赞率啊 换句话说 有我我发了一个视频 然后呢 有一百个人看了 其中二十个人点赞了 那么我这个视频的点赞率是百分之二十 对不对 点赞率跟玩播率有什么区别啊 有没有可能一个视频的点赞率很高 但玩播率很低 或者玩播率很高 点赞率很低 其实确实有的 这两个数据不一定说明是相同的问题 点赞率反馈的是 你的内容有没有引起大家的共鸣 或者是有没有收获 有没有让粉丝有收获感 一个视频确实有可能玩播率很低 但是点赞率高 为什么呢 因为比方说如果你录了一个内容 这个录这个内容 它的目标受众有点窄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 那么玩播率可能就会低 但是你的内容 其实内容非常的精彩 就是真正关心这个内容的人 有很大的收获 那么点赞率可能并不低 因为关心这个内容的人 全都给你点赞了 那就OK 但是你话说 你这个目标受众不能太低 如果你的目标受众 占到了全世界的不足百分之一 你是不是玩播率 怎么着都上不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我现在说 目标受众不能太低 点赞率就是表达了共鸣 什么叫共鸣啊 你说的事情啊 很多人不明白共鸣是什么意思 我在帮大家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比喻一下 最简单的来说共鸣 说的就是你讲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过 这个事情叫做共鸣 为什么很多律师讲的法律的内容 法律的知识没有共鸣呢 因为你讲的全都是冷冰冰的知识 而不是一个个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你身上的故事是有可能在其他人身上一样发生过的 而如果你讲的只是知识是没有人经历过的 因为大家没有学过法律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律师录的内容没有共鸣点的原因 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录一条 我录一个条款啊 录一个特别简单的知识 这个知识是 如果我去劝朋友喝酒 劝酒 劝他喝酒 那么他喝完酒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出了事故 我作为劝酒人可能是要担责任的 那我这样冷冰冰的把这个知识输出出来 因为我不是学法律 我确定这个到底是做什么结果 但如果只是单纯的输出这个内容的话 是没有共鸣的 没有任何共鸣 因为我只是在讲知识本身 有共鸣的讲法是 昨天 昨天我有个朋友 太惨了 莫名其妙的就被警察传话了 为什么呢 就因为请朋友出去喝酒了 然后怎么怎么讲下去 你会发现当你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 很多人 你看看评论区就开始有点讨论 我以前也经常请人喝酒 我也怎么怎么样 但去描述一个真实的事情就特别容易引起共鸣 这就共鸣 好 那什么是有收获呢 你讲的东西对老百姓来说是有用的 我要讲一些就是 就是怎么讲 就是没有用的知识 这个答案所有人都知道 没有用的知识是不能讲的 但是我跟大家特别描述一下 什么叫做没有用的知识 这个世界上有两类的知识 一类知识是我掌握了之后 在我日后的生活当中 可以随时帮到我 我的能力就提高了 比方说 当我知道了去找工作的时候 签工作合同需要注意这几个条款的时候 那这个知识就对于我未来的工作生活就是有价值的 因为这个知识我收到了 那么以后我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应该知道怎么去处理了 那这就是有用的知识 那什么是无用的知识呢 无用的知识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 只有当你经历到的时候 你只需要去查一下就可以知道 你不需要预先的去学习这个知识 比方说 有的律师在去聊说 这个企业在创建公司的时候 营业指导 或者某一类营业指导应该怎么申请 里面聊了一个具体的步骤 第一先怎么样 第二先怎么样 第三步先怎么样 我想说的是这类东西 是伪知识 什么叫伪知识 就是你现在学会了之后 没有用 你其实这些真正关心这个知识 人是只有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去查一下就好了 他没有必要把这个知识 一直记在心里边 随时可以用到的东西 他不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 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是 能够被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 用到的东西 当你get到 真正理解到了 共鸣和有收获这两个点之后 你的点赞率就会上去 好 继续往后看 评论率 评论率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了 一百个人看了 有五十个人在底下讨论留言 那么我的评论率是百分之五十 对不对 评论率越高 当然你的视频的打分越越高 评论率说明了什么问题啊 想一下 评论率说明了两点 第一 说明了你的粉丝的粘性 如果你的粉丝跟你之间的粘性很差 他们跟你只是一个没有感情 没有任何感情交集的人 没有任何交流的人 那么他们就不太会评论 话而言之 你们想一下 你平时会去朋友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在微信朋友圈里面 也会评论别人的朋友圈 对不对 但你永远不会去评论一个 跟你关系不熟悉的人的朋友圈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当你的粉丝越铁的时候 他们就越愿意跟你评论 越愿意跟你互动 它展示就是你的粉丝的活跃度 当然 还有一件事情会影响到评论 就是你的话题 有没有共鸣 有没有争议 共鸣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共鸣是可以引起评论的飙升的 还有就是争议 有争议性的话题 也会引起评论量的飙升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前段时间 拍过一个爆款视频 这个视频在拍完之后 瞬间获得了数十万个点赞 和将近上千万的播放量 你知道上千万的播放量 其实已经很高了 中国一共才多少人 基本上就是 一百多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 看过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主要是什么 就很有争议 我们再问一个律师 当你给坏人辩护的时候 你会有 你心里会有负罪感吗 然后这个律师答复是 没有 然后他讲了为什么 这个话题是不是很有争议 然后你们甚至都能猜到 在评论里面 一定分成了两大台系 开始对着 激烈的争吵 我不说骂 就激烈的争吵 然后关于这个话题 那其实就是通过这个话题本身 引起了这个争议性的话题本身 引起了大家的互动 而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在里面 再做一些正确的言论的引导的话 其实就可以收获一大堆的粉丝 而且会让大家觉得 关注你的内容 其实很有意思 你这个很有想法 很敢于面对这些争议问题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评论率 好 第四个 相关性 相关性 它说的是 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平台 它会去观察 你这个抖音用户 或者是你这个 这个视频号啊 或者是快手的用户 平时都喜欢看哪些内容 然后它就会把 差不多类型的内容 推送给你 所以当这个人经常会 喜欢看一些母婴类的东西的时候 所以他很可能会把一些 就是相关的视频推荐给你 然后当一个人喜欢关注律师类 法律类的内容的时候 他就会推荐给你 当一个人特别喜欢关注感情类的内容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把一些聊婚姻家式的律师推荐给你 所以你会知道说 平台其实是了解每一个人的兴趣的 他会把相同的性格的东西推荐过来 好 那这四个就是四个黄金指标 而且我给你们讲了 我已经给大家讲了 这四个指标应该如何去提升了 对不对 好 那于是我们回到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上面啊 就很多律师在知道了这四个黄金指标之后 开始动小心眼了啊 就是尤其是一些大索的律师 发动全索的律师 帮我三连啊 今天我们组成一个这个律师短视频联盟 我们索一共啊 上千千上万的律师 我们拉一个超级大群 然后派一个律师 大家都来帮我点赞评论关注 我们管这个叫三连 点赞评论关注 而且呢我还逼着你们 所有人都把这个视频给我看 我不管你们看不看 全都完播 这样子是不是可以让我的视频的打分特别高啊 对不对 好 那这样有用吗 很多人 而且我毫不夸张的说 所有的几乎所有的玩短视频律师都干过这事啊 然后有没有用啊 我先讲答案没用 对你的这个视频被更多人看到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点用都没有 那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有的短视频平台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算法在推荐你的视频 这个算法叫做圈层晋级算法 如果大家之前有曾经看到一些什么综艺节目 比方说什么偶像 我没看过 我现在声明我没看过 偶像练习生啦 然后什么火箭少女啊 是叫火箭少女 是吗 对啊 好 还有什么最强大脑啦 这种选秀类的节目 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 目击过来一大批候选者 是吧 上百人 然后给他们分级 你是S级的 你是A级的 你是B级的 你是C级的 然后呢 随着节目的进行 先把这个C级的给淘汰了 然后再评比评比PKPK 然后最后把B级的淘汰了 然后再PK 最后把这个A级的也淘汰 只留S级的 然后最后出现一个全国总冠军 是不是这样出来的呀 好 那么在短视频平台里面 一样的 就是它也是这么来的 当你把一个视频 发布上去之后 不管是任何一个平台 包括我们常 就是很多人在玩的这个 微信的视频号 一开始你的视频 会先被他们这个平台 放到一个 初始测试流量池里面 什么叫初始测试流量池呢 它会大概分析一下你的视频 如果你的视频 发了一段时间了 那么它会找一些 可能潜在喜欢你视频的人 这个人大概是500个人左右 500个人左右 然后这500个人是随机从网络上招来的 这500个人绝对不会出现在你身边的朋友里面 然后随机的把你的视频推给他们 然后去观察这500个人的数据 如果这500个人的数据好 OK 进集 下一集 第一集流量池 变成2000人 然后再来看 那2000人 如果数据达到了2000人过关的关卡的话 那么再下一集 可能是2万人 然后再过关 然后再下一集 可能是10万人 这么一集集的往上推 那当然最高级很有可能会进入到这个视频 这个整个视频平台上面的最强曝光的开屏 这个开屏视频里边 这基本上就是全国老百姓都能看到了 那么这样一层层的上去 每上一层就会多更严苛的考验 所以你的视频的质量越好 当然就能够进集的幅度越好 这也回答了为什么很多律师朋友的短视频播放量 通常情况下在500左右 如果你发现你的视频发不出 总是在500左右 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你的视频全都停留在第一流量池 没出去 但是我们现场有个律师 特别棒 他的视频就是发两个视频都出了第一流量池了 很厉害 其实大部分律师都做不到 就是你看看你的视频 就是基本上全都是这么500左右 那当你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 你就要有一个意识了 我的内容需要优化 我不能再这么继续做 我如果再这么继续做下去 就只是在浪费时间 你要怎么优化呢 我劝大家当你发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当你的播放量还没有上十万上百万的时候 先把注意力聚焦在玩播率上面 当你的播放量很低 你去看一下通常情况下 这个视频的玩播率特别特别的差 很有可能是低于1%的 换句话说 100个人刷到了你的视频 可能连一个人想看下去的欲望都没有 那我们就要反过来去思考 为什么玩播率差了 好 那我在这里帮大家梳理了一些 我觉得可能会导致咱们的视频 玩播率差的要点 帮助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为什么玩播率差 这是第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玩播率特别差的视频的文案 我给它摘出来了 视频为了不得罪视频主本人 我就把你的字给提出来了 好 这个视频大概是内容是这样的 私募基金可以用电子合同签吗 新规明确了电子合同和纸质合同 具有同等法律效率 讲完了 这个视频的玩播率是低于1%的 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这个律师是一个 在我认知当中非常非常厉害的律师 他有一个很大的团队 而且在一个城市里边 是在这个领域里边 算是做的比较前三名的律师之一了 好 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 对 没错 太专业了 受众太窄了 我前面就给大家说过 我们一定在考虑受众的时候 你要同时考虑 你要把你的这个专业领域泛化 你不能完全从自己的专业上面去考虑 你得把它放化成 你的客户通常是什么年龄的 什么性别的 什么社会地位的 然后聊这个人群比较喜欢的内容 如果你聊的内容太专业 受众太窄 比方说 关心私募基金电子合同怎么签 你简直就在去讲 这个社会里边 前万分之一 前十万分之一 可能百万分之一的人 可能才会关心的话题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的视频的完播率 就应该是十万分之一 或者百万分之一 那你一定是不会高的 你做的再好也不可能高的 因为你的话题的受众 就决定了这一点 那如果你是这方面律师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的做法 是我们去聊 这些人群感兴趣的内容 我们可以先不从私募基金聊起 对吧 我们可以从房子聊起 房子买 买房子卖房子 或者这些人群 还可能会关注什么呀 想一下 这样子的人群 可能对他们有用的法律知识 比方说 他们可能会 买股票 对不对 金融相关的东西 对 我知道有很多律师 特别擅长股票维权 或者给大家披露一些股市里边的黑幕 对不对 你说这些东西 这些人感不感兴趣 感兴趣的 所以你要找到 这个人群感兴趣 但是你反过来想 你去聊股票 或者聊金融相关的东西 但你不能去聊得太专业 你聊这些东西 是不是不仅这些人感兴趣 还有很多这个人群的人也会感兴趣 这样你受众不至于太宅 你的受众把你的目标客户给覆盖了 而且还泛化变多了 所以你的受众 你的短视频才会有比较好的玩播率 好 你再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也是玩播率特别差的 而且这个问题 我见过的律师里边 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有这个问题 给大家读一下 大家好 我是王律师 感谢大家收听 今天在互联网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然后讲完了 然后讲法律分析 为什么玩播率低 对 你们很棒 这个 对 好 废话太多了 对不对 就是 如果你们去仔细观察 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好好做短视频 就 其实我都比较建议大家仔细看看 网络上那些做的好的账号 他们是怎么做的 你去用心观察一下别人的短视频 我们说 所有短视频有个东西叫做黄金三秒 什么叫黄金三秒 你想一下你平时怎么刷短视频的 发到一个视频 看一两秒钟 不感兴趣 下一个 不感兴趣 下一个 哎 美女 看完了 对 然后再下一个 对吧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一定是这样很快的在过 你前面的两三秒钟 就是在帮助你筛选这个视频 你要不要把它看下去 所以前面两三秒钟的内容特别重要 如果这两三秒钟的内容 你没有抓到别人的眼球 那对不起结束了 别人已经滑走了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所以很多律师在录视频的时候 其实特别喜欢先客套一下 就是或者就像我先这些写的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谁 我管你是谁 那么下一个对吧 还有的律师特别喜欢做铺垫 这个是从以前我们做这种微信 就是公众号留下的坏毛病 就我们写文章的时候都喜欢写 写个铺垫 写个故事背景 然后慢慢的进入高潮和干货内容 在录短视频的时候 请直接进入高潮 然后给干货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开头缺乏 然后 那我们再下一个 再下一个是 这个 玩播率低的 这个 这个开头还好 这个女子不孕被虐待致死案 八回重审了 这个开头吧 不能说很好 但是也不能算很差 就是 这事儿听着还有点想听下去 然后接下来 这个案子一审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然后然后后来20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讲讲讲讲讲 然后我这写不下 我这就省略了500个字 好这个是这个有什么问题 太长了 哎 我们现场的这个律师很厉害啊 就我想讲的都猜到了啊 太长了 嗯 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啊 就是当你们刚开始录制短视频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视频最好控制在40秒 不要超过一分钟啊 40秒到一分钟之间 也不要太短了 太短了 比方说低于30秒 你可能一个事都讲得清楚就结束了 也也太水了啊 不要最 但千万不要超过一分钟 为什么呢 这样子可以提高你的玩播率 但是啊 但是不意味着你一直要这样 这个我们后面讲 就是我们一开始要尽量控制 那那40秒钟能讲多少多少个字呢 一个正常的人在说话的时候 正常语速说话 通常情况下 有一个科学的统计是 一个中国人平均一秒钟可以讲四个字 你拿着这个东西来倒推 就是你要录这么长时间 你的文案最好 差不多是多少呀 160个字 到200个字之间 比较好 对吧 差不多吧 然后你就差不多是这个范围就行了 当你发现写字太多了 写了700个字 请开始删东西 你先回忆一下 你的最精彩的部分 有没有提到前面 对吧 然后你有没有去把你的干货直接的拎出来 不要那些铺垫全都去掉 对 好 那我看到这边互动里边 有律师在说 这个支付令 这个有律师录的有问题 这个请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这里边的视频呢 我也只是从网上截取来的 那这边确实有很多东西 不一定完全正确 或者是有可能没有介绍清楚前面的内容 但是我想请大家千万在咱们今天的课程里边 不要去纠结法律内容的正确与否 我们先纠结怎么把这个视频内容做好 当然我一直都非常的建议大家不要录错误的内容 千万不要录错误的内容 不要为了博眼球去编造一些不属实的东西 比方说前段时间有个律师录的内容就翻车了 他说中国的警察出警都是不带枪的 结果就有警察主播跳出来说 你们这些人就瞎说 我出警都是要配枪的 不然碰到打托怎么办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录东西一定要严谨 但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毕竟我不是个法律专业的人 我们先去追求怎么把内容做好 OK 好 那我在讲完了刚才的所有东西之后 我相信在很多律师的脑子里边 一定会出现这样的质疑 我直接把你们的质疑给拎出来了 我相信肯定会有律师不同意 这个质疑是 首先就是 好 你好你说 不要让我录制专业的内容 可我就是个做公司法的律师呀 你这让我怎么体现出来我的专业 我体现录制这些东西 这不是我的专业东西 对不对 好 第二 这个 这个 我是做公司法 难道让我去录 这边其实还有个故事 我前面有一段时间 就跟一个律师合作 他是个什么 刑事律师 然后呢 我们跟他大量聊了很多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我们做了很多短视频并没有聊 刑事 什么东西怎么判本身 我们聊了很多 这个 很偏感情上面的东西 比方说 这个 拐卖儿童的这个犯罪分子 他内心是怎么想的 然后 这很多这种 聊了很多人性上面的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 往往会有更多的人看 那这个其实都是有一点点就是 似乎我没有在录自己专业的东西 好 还有 律师会觉得 我平时最痛恨标题党 你说这个黄金三秒 不就是让我去做标题党吗 对吧 然后 去故弄玄虚对不对 然后 故弄一些转折 把一些东西夸大 我其实还只是想输出最有用的干货 你这样让我 我怎么 我觉得不太妥当 然后 还有律师认为 包括刚才在这个 这个留言有律师也提到 我 法律是个很专业的问题 对吧 就是 你说这个东西 其实它有很多种情况 因为你们学法律 你们当然知道 就是一个东西怎么判 不是说 很简单 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因为任何一个判决 或任何一个处罚 它一定是有很多的 不同的前置条件的 或场景的 对吧 所以 有的律师就会比较纠结 就是说 你看这个人说的不对 他说的这个东西 只适合于这种情况 那种情况就不适合这个东西 所以我 我得把所有情况全都说清楚 不然我就说错了 可是你又说 这个短视频只能录几十秒 这我怎么说的清楚 对吧 最后一个 我看抖音上面明明有的人 一个视频录了五分钟 他的粉丝还是有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 为什么你不让我聊 你就让我聊这么短 好 所有的这些疑惑 一张图解决 就是刚开始的这张图 什么意思呢 你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在不同的时期 做不同的事情 我们在养好期的时候 我们是要立住自己的人设 立住我们的目标受众 让平台 让这个算法认识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在养好期要做的事情 所以在养好期 你需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并且坚持一个方向 走一段时间 让平台记住你 这样子你的视频还记得吗 四大黄金指标里面 有个东西叫什么 关联性 它才能够把你的东西 推荐给关联的人 那第二个阶段 叫做涨粉期 涨粉期 不好意思 我们在做市场的活动 所以我们做的内容 就是要考虑到 观众的想法 我们不能太自我了 我们不能觉得说 我就想讲专业的东西 我关你喜不喜欢呢 那你要是这么想 那你的声音就没有人听 没有人听 何来的你想聊专业的东西呢 所以这是个先有机 和先有蛋的问题 一定是先有了 能够发出声音的 这个粉丝的平台 然后才有了 你能够把专业的东西 讲出去的条件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要聊很多 老百姓感兴趣的东西 实用的东西 和有意思的东西也好 或者是受众比较广泛的东西也好 那这个就是涨粉期 我们要做的事情 最后 当你的粉丝已经大几十万了 几百万了 这个时候对于很多账号来说 基本上你会发现 涨粉已经越来越难了 因为你的每一个目标 受众的人群 其实是有限的 而且你任何一个目标 受众都是存在竞争品类的 所以你不可能把某一个受众吃了 就吞下来 所以你一定是越做越难的 那到后面 你就可以开始逐步的加入一些 长度更长 更偏向你的专业内容 更凸显你的专业的东西 我们到我们这边有些律师 他的粉丝长起来之后 我们甚至会推荐他 去录制一些收费的课程 他的这个课程可能一节课 就满满的全是干货 可能以前他自己去企业里面 讲这样的课 或者是去做一些线下这种课程 他的收费可能是好几百 那他在这种互联网平台上就卖9块9 但是他量大呀 他有几百万的粉丝啊 他只要卖一万份 这就是十万的收入 对 虽然十万的收入对很多律师来说也没什么的 但是你只要录一节课也是很快的事情 就可以获得很多的收入 其实并没有很难 但是它是有个过程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做不同的事情 我们的目标是远大的 但请你一定抑制住自己的这个冲动 我们先把自己的这个台子搭起来 好 当然除了以上我们说的所有东西之外啊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我最后再给大家快速讲一下 还有一些方式可以让你长得更快 比方说啊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这种啊 主流的平台都有一些付费推广的渠道 交点钱 比方说在抖音上买个抖家 然后呢 他就可以让强行的把你的视频给更多的人去看 但这事有好有好又不好 如果你的视频本身玩播率特别低 强行的推给一堆人看 最后的结果只是玩播率会变得更低 会让你的号变得越来越差 然后拼他对你的内容的打分越来越低啊 所以这东西是个双刃剑 但是有的时候他很有用 比方说你这个账号内容很好 但是呢 刚好现在触及到了 比方说第一流量池 马上就要差一点播放 就觉得感觉能进入到第二流量池 他播放量就能翻几十倍了 你这时候投个一把块钱给他往上顶一下 马上就上去了 那这种投放就很棒 那还比方说专业的设备啊 这个也是要讲的 很多律师 不是不讲很多啊 一部分律师的手机 还是四五年前的 拍出来的画面特别模糊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咱们去录短视频是非常吃亏的 因为你知道一个人的专业的形象 不只是你讲的内容要专业 从你的外表画面 这个画质啊 就是你的外表啊 外表显得不专业 别人怎么能相信你讲的内容是专业的呢 所以啊 设备可能到后面也需要跟上 一个稍微现代一些的手机 可能是有需要的 甚至有一些环境可以提供一些专业的摄影器材 比方说像我们 因为我们是个法律的MCN机构 所以我们签约的律师 我们一部分我们能够覆盖到的 在上海的 目前我们可以提供的是上海的 对 但是深圳我们可能后面会去提供 因为我们在跟深圳律师学院的合作会越来越紧密 那么也会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指导 那画质上去了之后 再加上你穿着专业了之后 首先别人先不听你说话 看到的东西就是专业的 那么一定效果不会差 对吧 那还包括说 你需要打磨更好的脚本啊 这个头放出来的内容 我不确定大家能不能看到上面的播放 点赞数量啊 这个律师是我的一个朋友啊 然后他最近刚给我反馈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最近录了一段时间的视频 然后他把他这个截图发给我 他说我这个圈起来的两个可能大家看不清 点赞数量除了这两个之外 其他点赞数都是上万上千的 只有这两个 一个是73 一个是119 然后他说就这两个视频是他的内容 是他自己写的 其他的那些基本上都是我们帮他制作的 所以这个就可见说 其实内容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内容你没有get到这个点的话 其实也很有 就是很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快的成长上去的话 一个捷径就是你去跟更专业的人 或者更专业的机构去合作 那其实一定会让你 在前面的两个阶段可以起得更快 但是除了这些东西啊 我讲了想讲的是最重要的是 封口只有一次 如果你想上车 请尽快 在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来说的话 2021年的状态 已经不如2020年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机会 因为我的公司是被字节跳动投资的 所以很多情况我是了解的 机会仍然很多 对律师的扶持也仍然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再观望下去 可能慢慢慢慢的就没有机会了 因为你记住 任何一个渠道上面的头部 一定就那么些 当这些头部被占满了之后 后面再进来的人就越来越没有机会了 越来越难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培训就到这里啊 我是令浩 然后如果你们想录短视频 然后想要跟我做任何的交流或者合作的话 欢迎大家扫码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